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做这一支包装我也还没拆的一支笔 就是永生的627 这一支比较有名的好像是那个木杆 我买的是EF间,非常好 直接在这里告诉我了 好,就这样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看一下 还有送东西呢 国产品有时候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老是送东西 其实真的用不了这么多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直接拔吗 哦,还送一个笔握 这个不错不错 好,也是一样这个龙骨盒的包装 对,这个没什么可讲了 我觉得但上面来讲 标准什么也没有写通过了什么标准 那做到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富力文和那个红点这一点 包装上面会做的比较用心一点 说明书喜欢的可以暂停看 但是我觉得它肯定都是统一的一张的一个说明书 好,也是一样我这里就这样子刷一下 那喜欢的可以暂停去看一下 这样子 好,好,这个先放一边 然后整支笔,这一个跟我当时淘宝看的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它这个颜色偏暗一点 我一开始图片看的时候 我以为是像我的M205这样子 我以为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 这个偏海蓝的这样子一个蓝色 没想到是偏这个普鲁,普鲁斯蓝色 但是比较浅的普鲁斯蓝色 好,也是一样 终于看到一支比较粗一点的笔 今天做的都是细笔 好,那看一下这个笔 长度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跟M800一模一样了 另外粗细摸下也是差不多 可能下次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卡赛量量 好,那我们继续不废话那么多 整支笔的话那看起来的话 它这个有点是非常律师的一个设计 有点像百乐845的这样子一个平头 那当时百乐出这样子一支笔 主要是想加入年轻一点 比较年轻的一个市场 因为像质感的这种的话 相对来讲会比较老成一点看起来 鱼类型那就更不用说 鱼类型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设计 那就不分年龄段了 我觉得这种就 但它这个就是这里曲线这样子去抛 然后这里切两道一切一下 那这个是非常现代的年轻的一个版本 一个外观吧 然后顶部这么一看的话 不知道这个键跟这根键是不是同一个的 那这个应该是银色的这个应该是金属键吧 然后一按下去套上 然后把这个笔夹给夹住 笔夹的一个偏紧一点 那基本上就是有点弯弯的这样子 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笔夹的那个功能性不是特别好 另外一个如果有穿西装的朋友都知道是说 其实笔是正常是不能说我这样子完全插在西装口袋的 呃就是如果穿个正装的话都是产在内口袋 那所以说现在笔夹的一个更多的作用 应该是装饰比起一个使用性 就装饰作用比它的使用功能更大一点 呃再下来的话 呃首先笔的一个分量感还是很很足的 那重量来讲还是相当的够 呃选的吗还是选的 诶那诶为什么还送一个 比我真的不知道 哦一个F一个EF我去这好用心了 这个我去这太怎么讲了 这卖家太好了 然后笔看起来也非常新笔舌也是非常新啊 看起来这这只应该是现场笔一个没错了 它好像还有木杆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看我这次试要不我就试一下这个EF间吧 我就不试那个F间了 留起来的这个你看就没有什么松动非常的不错 好 但是这个踩短的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这个比踩短了 哦可能是本来的本来新墨器太长装不进去吗 难道是 应该不会吧 好 好那这个反正再送一个笔握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 呃再下来的话 有我觉得这一次的话木杆的一个手感应该会比我现在选的这种就塑料感的或者素质感来来的好一点 那本身笔握的话有点感觉像146的那个笔握 哦还没有146那个笔握粗啊 但是握起来我觉得也是很足够了 这这样子的一个笔握呢 有时候这一条我个人觉得这里是一段曲线或者直线我个人都能接受 反正我比较介意是笔握的一个怎么讲 就到了一定粗度的时候我比较记忆它的长度 因为我拿比通常是比较高 那钢比大部分我拿的时候嘛都是要比较靠前的 那这一点我个人握笔习惯来讲不是很能适应 再下来应该没有别的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尖 笔尖上面来讲我个人觉得永生的尖应该是比英雄的尖来的怎么的好险 我个人是喜欢永生的尖 这两个一定要比一下我个人是喜欢永生的尖多一点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这个看一下 嗯嗯 伊丽上面的打打模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吧也是一样 然后还是一个偏小的这样子一个伊丽啊 那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把这个部分然后再那个方展开看 顺便给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个人对那个鞋感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能接受了 我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那写起整根笔的一个质量感我觉得还是ok的 毕竟那个还是八十几块的一支笔啊 我不知道木杆那下会不会贵一点的这个真的没有去看 因为就我就随便选了一支喜欢一点的顺眼的 然后就去拿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上一下墨 然后呃笔杆那边的话一个纹理我我再顺便给你们看一看啊 好上墨成功了可以上了可以上了 刚刚忘记给你们看那个笔杆的一个细节了 有点急了做这个视频 呃因为做完这个我今天应该也去要去那个复习一下了也该 ok 然后那个肺炎嘛 呃大家记得那个戴口罩少出门这样子 在家好好去写写写写字或者学学东西 我来变好一个软件的频道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学学这样子打发一下时间 那总比说天天那个刷微信或者就是玩游戏啊来来的充实一点 啊好继续我们的一个笔杆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杆 嗯 类力度来讲的话能看到上面的这些光位它是有点虚的 那这个啊这里有一点就是不是非常类力吧 但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部分 那我就这里这样子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这只笔那如果生活在阳光之下还是挺好看的 另外的就是我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镜头上面看是比较好看的 我实体的话好像没那么漂亮这个我觉得 但还是ok了就文理还是挺好看 我主要不太喜欢这个颜色的那个纯度还有它的亮度 那如果是偏那个这个百利金的这种蓝的话 我个人会喜欢一点我个人喜欢这种蓝多一点这个普蓝色的话 我喜欢就是没有纹理素一点的那我会喜欢这个蓝多一点啊这样子 好一样的我们的试写阶段呢 那个看一下翻页比较空的然后写一写这样 好可以 其实这种笔我觉得就这个笔拿起来插拔的我觉得会比较顺手一点 好那个书写完以后那笔尖的写感非常的好 嗯但我个人还是喜欢复利文多一点 但是如复利文之后的笔尖的话我通常都是选永生 那听一下这个声音那听起来你看横竖的声音相对来讲也比较接近 那打磨方式来讲的话能感受到它是比较圆润的 另外一个它的握感真的是就是我个人是喜欢现场笔的一个握感 握感中古笔的话就是比较老的笔 它的笔感真的太细了我拿的不是很习惯 另外的一个金属笔握能给它带来一个不小的加分 为什么因为金属笔握的话前面的会偏重 那通常的话除非是特别轻的那个数字 不但是那个要把那个数字做的比较轻的话也是有难度的 那通常如果在这里加了一个金属笔握来减缓 就是说塑料就数字那边做的没那么轻的部分的话 金属笔握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那整体的一个重量感上到来讲也是比较舒适的 但是如果你说舒适感来讲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就是说整个用超轻的那种塑料来做 那典型代表百利金的M205能做到这一点 就整支笔非常的轻 但这个的话也如果再就退而起一下然后来 来选的话就是说像这种前面金属笔握 我后面的一个数字笔感那一看那这个我是一个 0.5mm对0.5mm的一个呃 原支笔啊原原珠笔吧那写起来手感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也是一个现场笔或者现场尖嘛 那手感呢或者整体的一个精致感上面我认为都是挺不错的 就挑递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挑递的 基本上就是外观你喜不喜欢而已 鞋杆笔尖等等我认为都挺ok 那呃已经是超过那个呃能用的那样子一个等级 那还是有点一个书写感受的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书写感受 那写下还是有舒适感 另外笔尖上面来讲现在很多都有做这种压花或者就是这种冲压的一个花纹嘛 那细节上面还有笔杆上面的一个设计考量等等的都非常的现代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样子一种风格 我个人是喜欢一个现代一点的风格了 那笔尖上面的反馈的话就是压下去和不压的差别不是很大 然后轻重那笔要符合现代的一个书写效率的一个需求 这样子的一种笔尖 因为以前的笔是讲书写感受 现在的更多的是一个书写效率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有什么忘记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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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